花蓮县政府为了提供主农社区 里面安全舒适的公共休息空间 补助花蓮施工所举办 主农理活动中心耐震补强计划 还有主农理活动中心外墙美化工程 针对地上四层到地下一层实施 RC扩住的补强 修补0206地震之后造成的凉柱裂缝 除了大幅提升结构耐震性能之外 也进行外墙美化工程 要提供民众良好的休息空间 建议当前社会发展及土地利用 以及朝向复合多元的使用趋势 先加断活动中心的空间 不再是单纯的黎明集会场所 往往结合社区需求规划设计 县佛针对建筑老族以及设施设备 缺乏村里的活动中心 积极编列预算 补助公所办理修船工程 县长非常重视我们社区的各项生活的机能 以及我们所有的硬体设施的安全 那要特别谢谢我们当地基层的里长 以及我们在地社团的负责人 包括我们科署会的会长 给予县政府这么多好的一个建议 所以说在这一次的我们主农理的耐震补墙设施 以及外墙美化 总共225万的经费里面 县政府补助了75% 那我们华铁市工所也致愁了25% 就是希望在这边建设更好的一个硬体 更安全的环境 更重要的 有了这样子的基础条件之后 也希望本府以及我们所有相关的机关 能够以此尽量的 到中央去竞争行的一些计划 来多多来争取 可以让我们地方的各项的工友的硬体的设施 做更好的规划 以及现正的一些的发展 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所有的客家乡亲 能够多多的来使用我们的社区活动中心 花莲市客属会 之前也都用这个地方 来当成我们的活动场地 因为这个地方是花莲市客家人 最集中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谢谢民主长 还有我们潘主长 来关心我们客家 能够希望在这个地方 能够把它设备得更好 因为我们也是缺少一个 是比较固定的一个活动场所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能够把它建设好 让我们能够有活动的一个场所 现在宣传表示 借由加强活动中心硬体的建设 提供县命优责的休憩 聚会以及延续场所 更利于本所及各单位 搜索机关联益计划 积极主动向中央部会 争取经费 顺利推动各项县政的执行 记者就会华收到 毕竟不需要 的